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饺子皮别再包饺子了 今天用饺子皮和黄瓜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把黄瓜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放一张饺子皮在案板上 刷上一层油 盖上一张饺子皮 继续刷上一层油 再盖上一张饺子皮 像这样重复地盖上10张左右的饺子皮 再用手像这样往四周按压 再用擀面杖擀薄擀大 像这样就可以 把它放入垫上纱布的蒸屉中 锅中水提前烧开 把它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中火蒸10分钟左右 接着,准备半个胡萝卜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丝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根黄瓜 去头去尾 切成片 接着,切成片 再切成丝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再准备两头大蒜 再准备两头大蒜 把它切成蒜末 切好后 放入碗中 加一勺白芝麻 一勺辣椒面 一勺花生碎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来调个味 加两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勺蚝油 一勺花椒油 半勺盐 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 准备洗干净的葱和香菜 把它切碎 切好之后 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小把水酸菜 把它切碎 切好之后 装入葱花的碗中备用 然后锅中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 把它烧开 烧开后 把胡萝卜丝倒进去 给它焯水一分钟 一分钟后 控水捞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十分钟后 打开盖子 把蒸熟的面皮取出来 趁热 把它一张一张地撕下来 看看这个面皮 非常的薄 呈现透明状 非常的柔软 劲道 接着 接着 再一张一张地把它重叠起来 再像这样把它卷起来 再把它切成宽条 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 把它抖散 看一下 这个面皮 又薄 又劲道 抖散后 把它装入碗中 把切好的黄瓜丝 放进去 胡萝卜丝 倒进去 葱 香菜 酸菜 倒进去 再把调好的料汁 倒进去 把它搅拌均匀 哇 好香啊 看着就迫不及待的想吃了 搅拌均匀后 装入盘中 像这样就可以开吃了 非常好吃 又美味的凉拌面皮 就做好了 吃起来味道鲜美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不想吃饭 这样来上一盘 真的是特别开胃 减馋 加了黄瓜 胡萝卜 营养全面 饺子皮这样做 可以用它来当菜 做主食 都是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吧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